今天很開心邀請國昌老師來接受訪問 當然在正式進入今天的提綱之前 我們的製作單位很有用心 到街頭訪問了很多 我先插個話 我昨天也有去凱道遊行 很多人問過國昌老師 對 因為我也是主辦單位之一 很多人對國昌老師很尊敬 然後提到說常常看你的節目 所以真的國昌老師在年輕人裡面 有一定的評價 而且都是真本評價 不敢不敢 不像政治人物很多都有兩級的評價 那國昌老師的評價非常高 那我們製作單位也去訪問了很多接榜 那國昌老師看一下我們今天的接榜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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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義吧 戰神吧 那蠻火爆的嗎 蠻火爆的 蠻會吵架的 對 蠻會吵架的 就很厲害啊 戰組的啊 這感覺是個非常有正義感的人 然後很...兇 你剛剛做的秀啦 跟他... 他這邊保護吧 我叫熊恩 你被可拍幾次了 把假熊打成這個樣子 趕快聽聽講話 什麼叫講話小心一點 有點難說 反正黃國昌以前的一些主張 我會窒息 對 那但是他現在 在很多方面 他都跟以前主張做出相反的事情 對 比如說他說 要打貪官污吏 那高鴻安現在被爆出來了嘛 然後他就 就我們要請司法那個 覺得這個就是 完全是為了自己的政治聲量討論 可以啊 應該會支持吧 因為他算是有在做事 樂觀其成 改個一些 可能現在一些貪污的東西吧 感覺挺支持的 就感覺他就是很公正 好像還OK 那他最近跟明進場吵架 對 應該吵 比較支持誰嗎 支持黃國昌 反正這件事情發生的機率很低啦 所以就... 我可能就當個 茶餘飯後的娛樂話題啦 我想再請問國昌老師 剛剛我們接訪的時候 特別有提到 很多街頭訪問 很多民眾期待你未來 接法務部長 這個 就是說 柯文哲是開玩笑的 還是說認真 您覺得說 如果您接法務部長 哪些案子是該查 然後司法該怎麼做 怎麼改革啊 第一個啦 我相信柯文哲他脫口而出這個話 好像是在上館長的直播嘛 那 當然有那個節目上面的氛圍啦 那我也謝謝 感謝他的肯定 但 我覺得 這不是我現在最關心的事 也不是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也是我最關心的事情是 我很希望 看到這幾個總統候選人 他們可以很清楚的 告訴台灣人民說 當他們上任了以後 當他們上任了以後 他們要做哪些事情 在司法改革這一塊 也是一樣喔 可能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2024年的總統 他上任了以後 接下來 面對他的第一件的大事 比法務部長還更重要 第一件的大事是 2024年 台灣即將產生 新的司法院政府院長 2024年的總統馬上就要提名 司法院的政府院 司法院的政府院長 那 在這裡 各個總統的候選人 針對司法 你們有什麼樣的破壞 你們的政策是什麼 必須要跟人民很負責任的 說清楚 所以我其實在716的時候 我們在提那些司法正義 我老實講 我已經很客氣了 什麼叫很客氣了 我還沒有讓他很發散 我是把它盤點出來說 你之前 民進黨答應人民的 你什麼時候要做 未來的總統候選人 你要不要承諾 要做這些事情 那這個都跟什麼 這個都跟台灣 人民對於司法的信任 譬如說 打破權貴司法 憑什麼有權有勢的人 在司法裡面享有特權 一般的小老百姓 碰到司法案件的時候 那是 不是他個人耶 可能整個家庭 全部都被拖下去了 這個才是我現在 我老實說 努力的目標 我比較 真的關心的是 那 賴清德 他716 不來 然後 讓那些策異網軍 在那邊搞 也沒有關係 你讓策異網軍 幫你在那邊搞 你閃得了一時 你閃不了一誓啦 所謂閃不了一誓就是 那我就問你嘛 請問你的司法改革的政見是什麼 賴清德你要不要定不法官縮罪 你要不要定妨礙司法公正罪 去官縮司法的人 你會繼續任用他嗎 你要不要定吹哨哲保護法 這都是你要去面對的問題啊 那這個也是什麼 我們在總統大選裡面 我們對於不同的總統候選人 有不同的策 就是說 有人關心司法 有人關心居住正義 有人關心 經濟發展 有人關心對外的關係 有人關心兩岸的關係 國家的定位 能源的政策 長照 然後以及少子化 貧富差距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你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你就是把台灣現在面臨的問題 人民關心的事情 你看到的問題是什麼 你的解方是什麼 你提出來 人家覺得 我覺得你講的有道理 而且我相信你 不是說一套做一套 我相信你會貫徹執行 那我就會把我的選票 投給你 我投給你以後 你當選了 那我就是監督你 這個才是我認為 台灣的民主 應該要長的樣子 要不然的話 你真的仔細去盤點 你會發現 大家講一些高來高去 有的時候是口水噴來噴去 我有時候看這些新聞 我看的其實蠻 我也不曉得該 我也不曉得該 政治口水太多 對 你講一些 比較實質的東西 而且你有展現出來 那個態度跟魄力 讓人民相信 說你會下去做 那以賴清德副總統 現在是民進黨主席 也是總統候選人 你沒有辦法一直迴避的 你沒有辦法一直迴避的 你如果 連現在的問題都看不到 那或者是裝作看不到 那你要怎麼樣讓人民相信 說你接下來 你會把這件事情做好 今天很謝謝國昌老師 從八八案談到司法改革 其實司法改革 就攸關民主深化很重要 司法是不分藍綠的 所有人 司法不是像過去大家說的 有一次敗生 沒有一次敗死 就說司法如何取得人民的信賴 包括這次要參選 2024年總統大選 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把自己的司法改革 司法理念 司法藍圖 講得很清楚 取得人民的信賴 這也是攸關台灣未來發展 民主深化 特別是兩岸關係不一樣 我們有民主的驕傲的制度